星星 啊这个也是 这个是中国历史书 对 这边是童书 你有喜欢哪一本吗 我们今天是办 那个一年一度的好书交换日 图书馆每年都会办 今天是配合說隔壁有劇團的表演 所以我們就一起合辦 有興趣的話可以拿書來交換 或者是來這裡看 如果有喜歡的書也可以帶回去 好處就是說把家裡你看過的書 拿來這裡交換你沒看過的書 這樣子輪替家裡才不會蹲了一堆你看過的書 但是你又不知道放在哪裡 是不是 還有什麼概念 那邊好嗎 想換什麼書 呃 可愛書 那都喜歡你讀什麼樣的書呢 你都喜歡讀什麼樣的書 嗯 故事書 所以大家有看書的習慣齁 對啊 那我都看這什麼這個 學校的書 你自己記得幾本書 沒有很多齁 看書會很聰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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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 很聰明喔 對啊 對啊 這是什麼地理歷史公民應該是更困難耶 不會不會 會會會 如果你看很多書的時候就可以融會貫通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比較好 像你看這個書以後你讀生物啊 物理啊就是可以運用了 你就要比別人還厲害 但是地理歷史公民為什麼都不能 那個要多背多看 那個只能多看多背 就一定會記得起來 那要怎麼國文比較簡單 那你很聰明 因為國文最難讀 國文最難 國文最難 那我覺得不要簡單 那表示你很聰明 我們希望說齁 大家可以閱讀更多的書籍 所以我們在累積一定的書籍之後 館長我們就發起這個好書交換的這個活動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閱讀到他們喜歡的書 那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現在我們老實講書都很貴 有的套書買起來都要好幾萬 那我們藉這個活動可以讓這個好書 分享給更多喜歡看書的人 其實我以前是從事教育的 到後來我發現 其實閱讀課外書的孩子 到了長大之後 上了國中甚至高中 他們的內涵都比一般史讀書的小孩還多很多 所以他們的課外的嘗試也多很多 所以他們讀起書來都特別的輕鬆